我是统派,我是男人,谁是独派,谁是女人 有媒体详细调查时赫然发现这份很可能已经落入赤肥手中的名单当中 包括我国八大情治系统人员的个人资料 行政院发言人对此表示一切都是媒体的耸动报道 名单当中完全没有任何危害国安的资料 而且资料是在马政府时期就已经流出 在那之后就没有类似的外泄情势发生 没错,毕竟政府早已言懒懂得如何操纵脑波的唐凤担任政务委员 相信有能操控脸书的他作证 任何内鬼外患想偷盗资料都逃不过他的法眼 接着带您关心,今年即将获得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黑马杨世光 他在本月2号宣布即将代表新党参选2020的总统职务 我是统派,我是男人 谁是独派,谁是女人 谁是独派,谁是女人 了不起,杨世光提出划时代的统独判断依据 同时突破传统生物学概念 原来你是独还是统,在一出生时就决定好了 而原来若是有人思想转变,改成支持统一或是支持独立 不用动手术即刻变性 而说到动手术,这也是世光的专业 我是光,我是光指刀 我首先要把台湾最核心的毒瘤 蔡英文前总统绳之以法抓起来 我是膜,这是膜的fork 我首先要把这个布丁给吃掉 这是谁写的烂稿子 为什么要逼我做这样的事情呢 我认为我们要引量大量的大陆人才 每年一万名居住权 居住权,居住权 当然没有投票权,居住权 一万人,每人一年八百万 牙齿好冰啊 敏感性牙齿 看来韩总基跟郭董出现劲敌了 不要小看世光 他可是知名的财经节目主持人 不只会发大财 更懂得一边发灾包财 一边感化灾包回归我正统中国 而现在选战越打越烈 郭董贵为岛内首富 开出的支票也越来越大张 毫不手软 零到16岁,由国家来讲 我有自仇财源 我政府不要编预算 我赚回来钱,每个养 OK,我就是我有的方法 对此,国民党总统出选候选人 边缘伦 则是大方展现他的幽默感 笑想新生儿们都能够吃郭董的豆腐 当个富二代 郭董突然讲了一个说 零到六岁有国家养 我其实是有点愣在那里 知道吗 我说我有没有听错啊 如果说你国家要帮忙养的话 那可能 那我可以接受啊 这边缘轮是好不容易抢到美光灯的关注了 大家掌声鼓励鼓励 我最近看到郭董的讲法 我很确定啊 郭董这一部分真的不懂 那可能还要需要一些朋友 来跟他教他一下啊 因为企业的资产负债跟国家的负债 跟中华民国的负债是不一样的 那韩董呢 韩市长昨天讲了呢 是对了一点 错了一部分 郭董似董非董 韩总升级韩董 但是他们都没有轮动 不过韩总基的长才本来就不是在算债 而是他懂得走在时代的尖端 开发简易赚钱法 以后地方政府要钱 连写公文伸手开口都不用 按一个按钮一直搞定 中央联合屏东高雄台南 自动成立 灯格热房子开始启动 就跟按钮一样 春节一过我就按这个按钮 马上就开始启动 人要人给人 要钱给钱 古有言 置之死地而后生 韩总基就是被逼到绝境 才会生出这么棒的法子 来处理猖狂的灯格热疫情 给个钱给的呢 真是可怜的高雄灾包 而在经过重重关卡 准首都高雄市终于在一号时 向中央发出登格热防疫经费的 勤款公文 然而却被发现公文内容竟然是复制民国105年的内容 连日期都忘了更改 这绝对不是抄同学作业忘了改字 而是忙中有错 毕竟高雄市大破大力 公务员都忙到干硬化了 不要要求太多 另一方面 近来有民众投诉指出 内政部长孤婆勇在五月底 收邀出席中华道教联合总会 预清圣殿的动土仪式 但这块土地的用途属于农牧用地 还没有经过变更程序 就开工了 原来是连蔡总统也知道的部分 放心 在农业用地上盖个宗教建筑 政府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除了盖庙之外 当然要同步核发经费 在周边修建环山步道 才算是做拳头 毕竟像宗教圣殿这种神圣建筑 是用来净化人心 当然要先放行 让他们动土 至于土地明目什么的 以后再说 以免龙心不悦 而执政的民进党 在他们长期关注的土地正义上 依然保持鲜明后进的优良传统 2016年大选时 蔡英文射出了房氏三支箭 扬言要打击黑心炒房 那他就必须包含三个重要的面向 第一我会杜绝房市的逃作 上次总统大选的时候 我已经率先提出 实价登陆实价课税 我要让不动产市场 更加的公开透明 让税制更加的合理化 而原本应该实践第一支箭的 实价登陆2.0 上个月30号民进党党团 却在国会自打脸 放弃行政院版 将四大改善方向当中的地址揭露 预售屋交易30日内登陆 以及政府查核权入法 三项关键改革权文 全部删除 三读通过阉割的温和版 毕竟房价太透明 建商会写本无归 无法发大财 民进党真是贴心 对此时空力量立委 黄国昌努批 这次的修正根本就是实价登陆0.5 就要直接强行表决通过 民进党党团所推出来的实价登陆0.5的版本 事实上建商才是小英心中最柔软的这一块 而民进党立委管碧玲 则是表示 这一次推出的实价登陆至少有1.5之多 到底是几点几 大家不要吵 原先的1.0版 加上这一次四项关键条文当中 唯一没被阉割的一条 算四分之一 加起来总共是实价登陆1.25 好的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样 官媒YouTube频道的会员制度已经正式上线 请海内外中华人女尽速纳税加入会员 即可享有专属徽章贴图 以及每月一次跟官员的私密直播 更多新闻 您还可以订阅央视的YouTube频道 或者追踪央视Facebook及Twitter 还有神兽幼子的IG账号 欢迎有志之士一同协作字幕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